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完全是把土地正义当作消费的口号 我们大观社区强拆之后 把这些居民通通赶走之后 是要来做什么 是要来做一块福州的绿地 一块福州的空地 许许多多的征收案件 都源自于内政部这个主管机关 内政部长许国勇先生 我婆婆又有毒 你吃了食物中毒 顶多送医 那现在台湾错误的土地政策 这些土地财团不见上了土地政策 实际上是在常爱人们 这些受破前五 这些台湾人民 破前内阁徐国勇 土地正义空笑貌 土地正义空笑貌 一二三六 破前内阁徐国勇 破前内阁徐国勇 土地正义空笑貌 土地正义空笑貌 今天站出来这些人 今天站出来所有出户 都还是活在民进党主导的破欠之下 把这些居民 把这些弱势群里 通通赶走之后 只是为了要来符合板桥荣家 我们隔壁的板人 来让他们的建物 成为合法建物 去符合他们的容积率跟建幣率 而这样民进党实际的作为 根本完全罔顾 完全背反 他所声称 要捍卫 要保护土地正义的价值 大官农家的这个国有土地 遭到占用的这一部分 虽然占用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 可是在法律上 并不会因为他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变成取得可以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利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是不是有人权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提到了 我们总统府的人权委员会 去做相关的 由外部的委员来做相关的审议 审议的结果 也认为没有这部分的问题 蔡英文总统以及徐国勇内政部长 当天来到了大埔的张药房 那徐国勇甚至在现场指出 这也是土地正义实现的第一步 他说大埔的重建 绝对是土地的正义 那蔡英文也拍了一部专访 他说恭喜秀春节 恭喜大埔张药房 这是找回台湾的公平正义 重建固然是对于 当初不当征收 对于张家人最起码的公道 但是土地争议的检验跟实践 绝对不该禁止于此 大官社区现在之所以 走到之所以面临这么破茧 破茧危机 其实就是因为2002年的时候 新北市的板桥福州都市计划 他把我们大官社区化作 板桥荣家的一块法定的空地 要来强拆我们做空地 那这样一份草率的都市计划 是在哪一个机关所化定的 就是在内政部的都市计划 省议委员会 另外内政部 这个内政部作为相关土地 土地政策 区段征收都市计划 的相关单位 区段单位 内政部绝对是与台湾 不烂的征收脱不了关系 像我唯一的积蓄 都是在这个房子 希望也都在这个房子 今天要帮我破千 都没房子住了 我大谱张药房 当时房子拆了 现在把它盖回去给他 这个好像一个很光荣的事 可是相对比较我们的心境之下 我们的房子就要被拆 为什么呢 我们又没有换华 为什么走到这样的地步呢 我是居住在大关 出生在大关的 住了大约四十几年了 今天我们家要被拆 我带着我的女儿一起出来抗争 长达一年多之久 徐国有说我们大关没有人权 没有居住权 今天又跟大家讲说土地争议 这是什么东西啊 请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来骗选票的吗 我们之前大家都投给民进党 就投给民进党的时候来拆我家 这是什么道理 什么叫土地正义 我看不懂 就在大浦重建的前两天的清晨 发生在屏东 屏东铁路高架化 公永路的抢拆 他直接把怪手直接把机具停在不同意的家户门口 拿着好几张同意书 进到你家 跟那些阿伯阿嬷说 如果你今天不签 我就立刻拆 怪手就在家门前 那如果你签了 我会发奖益金 我还可以给你缓三天 缓两个礼拜 你签不签 这种制造 同意书的情境 其实就发生在大关社区的居民身上 从一开始 对我们提告 原本有79户 80户 退府会荣家 就派人来跟我们居民说 如果你今天签了同意书 你点交房屋 我就没事 但如果你都不点交 都不同意 我连你老婆都一起告下去 到现在 前一阵子 荣家甚至还派人 一家一家打电话 一户一户来发 所谓的议员调查表 如果我们提供以下的需求 我就愿意 住户本人就愿意点交 愿意来同意 上面写 报租贷款 社会住宅 租金补贴 租金 租金 什么都没有写 原地安置 就是我们自救会 目前 唯一的诉求 所以我们希望 退府会 以及荣家 不要再把行李 不要再把时间 浪费在 问我们需不需要 抱住戴口 问我们需不需要 社会住宅 我们已经不断的 对外发出声明 我们居民也说 我们并不需要 我们只想要在这块社区 这个地方 继续住下来 因为我们社区有非常多 弱势的高龄家户 还有工作的 都在做看护 在做清洁 油漆 搬家 他们一旦离开 社区这个地方 面临的是 就业的困难 以及生活的断裂 各个地方政府 弄出乱七八糟的都市计划 送到内政部 内政部却没有做好 监督的职责 所以 许许多多的征收案件 在这个关卡 他没有受到保障 最后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土地 还是受到征收 我们温彩镇 就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那时候动员了非常多的人 来到这边 才勉强让内政部以附带决议的方式 让他退回到地方主管机关 来做 都市计划修改 那我们要问说 今天 大关 屏东 公永路的破签 那么多的案件 现在新的内政部长徐国勇 你要上任了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你对于居住权 有任何正面的说法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就是要声援 大关社区 请内政部 与相关各部会 立即与制作会 召开原地安置 的专案协商会议 不要让土地正义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他们消费的口号 好